细毛狗洞的内部你知道是何模样吗 这里是新加坡毛狗山 脸盆大的毛狗洞时常吞云吐雾 那么内部真的有可怕的毛狗精吗 我们决定带上专业设备 对其一探究竟拍摄不易 感谢支持 毛狗就是这边穿的狐狸是不是 就是这个意思 狐狸精哦 这个我喜欢 当地老人对这个毛狗精的传说是深信不疑 今天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 咱们一行六人 正式进入毛狗洞一旦究竟 看一下在里面究竟会有什么样 惊奇的发现 这是个什么时候 运运气太好了吧 一个陨石 看这上面有那个熔烧的痕迹 这陨石在经过大击层的时候 经过燃烧留下了这种焦状的物质 里面是不是有火力键 你砍一下吗 砍一下 这太窄了吧 这个就是令当地人闻风上旦的毛狗洞的洞口 这里面有毛狗精 今天咱们进去就是为了去验证这个传说 看一下施真施假 好了 接下来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 咱们利用祖传的缩骨弓 进入这个狭窄的洞口 大家一定不要模仿 好了 我们开稿 这里呢 必须采用这个倒退式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万一被卡住的话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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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爬出来 看到没有 这就是祖传的所有骨弓 这就进来了 这个非常的狭窄 下面是个 是个树井 还要下 还要下 这可能要不省了 这里面好多橙子 要不省这里 这里马上又是个树井 现在前夕探洞王 正在往前面探索 这个洞壁上面有特别多的这个罩码 这个隐隐约约还能看见有台阶 可以看到我站的地方 我面前都有台阶 今天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次探索 大家别忘了点点赞 火门也下来了 好多图灶中 弄到是一直向下行的 往那里有支油盐 不安全绳索 准备下降 这个下面居然有人为切的宝坎 这个下面难道有人为痕迹吗 咱们继续下降 已经下来了 四位队员 现在火焰向阳正在下降了 这下来了之后空间变得非常巨大 看这里 这是一个竖井的底部 好漂亮 天哪 看这个中乳石漫石漆 像城堡一样 好漂亮 而且这里洞墙很高 差不多有十几米高 它的主动道是往右手边这边去的 现在户外三观 已经去前面了 看这里有个牵连一纹 上面的石中乳 跟下面的石垂已经要结合在一起了 这个叫什么东西 石漫什么石漫 这个是石漫 这个往下垂的这个叫石漆 你发现有个问题 这里有一些头是这样的 这样的 你比划一下像什么样子 它那个头是这样的吗 真像 真像 你这么一说 真的像 真的像 这洞里面 完全没有一点破坏的痕迹 整个就是非常原始的状态 有一种原始洪荒的感觉 所以今天的探索将会非常有意思 不管能不能找到这个传说中的毛骨鸡 真的是不虚此行的 难以想象 那么小的一个洞口 咱们进来 竟是这样的天地 是透的 对 好漂亮 你看它里面像白玉 我们来 来来来 你把它光灭一下 好通透啊 这个 这个厉害了 感觉灯打上去把整个都会照亮的那种 是啊 看这个好漂亮 又有竖井 前面又是竖井 咱们继续前进 完全没有遭受过破坏的洞穴 是不是特别漂亮 现在咱们开路先锋 前夕探洞王 在前面发现了一个竖井 我们准备不安全绳索 继续下降 这里下去还不知道有多深 这个上面洞枪很高 整个就是非常原始的状态 这个中热绳 我们没有破坏 这个安全绳索 继续向下面去的 这个下面呢 是个小裂缝 然后洞到了 是从三观戈 那个亮光的位置 往右边 90度的转弯过去了 前夕探洞王啊 正在往那边前进 这个洞道依然很深邃 极有可能啊 会发现毛狗 在火猫这个正下方呢 有一个黑洞 我刚才投石温路 大概是一个 三四十米深 然后等所有的队友到齐了之后 再来商议探索方案 咱们在这里商议了一下 拉个洞了 待会我们回来再探 这时候我们继续沿着它的主动道 先往里面深入的探索一下 小断崖降下来 我们就到了这个河谷当中 这个地上不拎不拎的 非常的闪了 像钻石扑落一样 我们继续前进继续深入 这一整片都是的 哇塞 这里还有牛彩 哇 这里还有牛彩 看到没 太好看了吧 什么叫流光溢彩啊 现在咱们从这个流光溢彩般的 黄泉河道走过来了 这时候我走到一个裂缝 刨哥在下面 这时候黄山 和这个全息探索王 和三观哥迎走到前面去了 前面还有洞到吗 没有 十花还是有非常漂亮 有非常漂亮 十花 那咱们去看一下吧 这里发现了这个 像魔鬼的爪牙 这种 正在生长的棕乳石 这个鹅管呢 在经过成千上万年的演变之后 它这个洞里面的湿度非常大 有很多非重力水 也就是我们尝出的雾气 在上面沉积呢 就会形成这种 不是垂直向下的 就会形成这种弯弯曲曲的这种 石垂 非常的漂亮 我们现在呢 继续沿着这个裂缝深入 去看美丽的石花 这个洞枪特别奇怪 十二硕大 十二狭小 十二怪事林群 十二宽阔平坦 大家看 我们现在过来了 看这个石垂 好漂亮啊 哇 这一整片都是 这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状态 可能探索到这里的人呢 就只有我们了 哇 现在上面出现了一个野生队友 哇 这是几层啊 不知道这个毛狗究竟是藏在哪一层呢 这个我们现在也不太关心了 已经被眼前的这个美景呢 给迷住了 跟跑哥会合 上不去啊 看这个上面的钟肉丝 好漂亮啊 我们探过这么多洞 但是这个洞呢 确实让我感觉非常惊喜 可以看到这上面的石垂啊 哇 像关公的大刀一样 像边中一样 跳个尴尬了 哇 哎呀 大眼睛 哇 这个小叶峰进来 再就没有别的洞道了 这里结束了 这个就是保果洞 右边洞道的最深处 我们现在原路返回了 去看一下那个刚才那个无底黑洞 原路返回 这时候火门在过这个小卡门 哇塞 各自小有各自小的优势 我不知道能不能解过去 我们试一下 五米八截 五米八截 你必须要用这个祖传的这个什么 缩骨弓啊 啊 缩骨弓啊 你看 看到没 看到没有 摔不摔 咱们在这个洞箱里面呢 确实是发现了非常漂亮的石花 而且有那个 金银剔斗 钻石铺道的那个黄泉河道啊 但是在里面依然是没有发现毛狗金啊 这很有可能就是当地的老人啊 啊 遇见了这个狐狸 然后跑出去 这以前呢 是生态比较好嘛 有狐狸在这个洞穴里面齐齐 他们编出来的这么一个故事啊 大家不要相信这些封建迷信 好 本期视频呢 由于实际原因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下期视频我们进入这个 无底黑洞去里面一探究竟啊 继续寻找毛狗的踪迹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你听过毛狗金的故事吗 荒山野岭的洞穴为何让老人害怕 真有毛狗跑出来啊 冬到深处究竟藏着什么呢 刘哥你先下吗 下 这下面有毛狗金哦 嘿嘿 小心哦 别把你迷在里面 我一个人把他全部独占了 刘哥下无底黑洞了 现在咱们第二位队友 前期探动啊 也下入了这个 无底黑洞 这里看下去 非常的扁侠 继续下降吧 不知道这个 毛狗金 会不会在这个下面呢 我们这种大块头 在下这种扁侠的捏碰的时候 都比较委屈啊 因为这个 广超重 但是 幸亏我们这个 这种经验呢 非常的重组 所以呢 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避免这个绳子会把自己 脖子给卡住 所以这个绳索管理啊 必须要做好 好了 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 不动下来啊 这时候呢 大家看下面 这里垂直悬空啊 差不多是一个三四十米 这冻枪非常大 而且有正在生长的 这个鹅管中鲁石 现在下降了二十多米 我们看下面还非常的高啊 那这个树井 它整体的是成一个葫芦形的形状 我们下降点呢 刚好是这个葫芦井 然后这个下面呢 布满了形形色色的棕乳石 再看这个石壁上面 有水冲的痕迹 这个树井形成应该是 由于水溶石 形成的 要是再过个几年 可能上面的那个小毛口洞 封起来了 这个洞枪将会不为人知 永远成功在地下 什么情况 我以为你发现了毛口筋 你发现了什么 没有老鼠 没有老鼠 很漂亮啊 动枪 大不大 动枪深不深 好 那我们这时候 再利用专业装备继续下降 前夕探动王的那个大腿 看着很性感 现在我们都挂在了保护栈权里面 所以这是非常安全的牌子 老哥 正在下降 下面有没有 有没有筋 下面有都没筋 上面 这个大得很 大得很 可能在里面 那去看一下吧 先走上了 好 下来了之后啊 这里 有一个小捏缝 但是进去并不深 是个小水盘 这是个小水井 然后在这边呢 哇塞 有一个大树井 看一下 这是水冲石 形成的大树井 然后 刨哥现在开线 从这边过去了 寻找新的动枪 我们沿着这个安全系统 继续往那边前进 走 出发 看我们降到这个旁边 哺铃哺铃的好闪 对不对 这个 咱们这样轻轻碰一下它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并没有对它造成破坏 哺铃哺铃的 非常的散 钻石破路 往哪个去 左右都是哦 嗯 现在队友他们已经到前面去了 我们继续前进 这个石灰岩上面 接的这种 非常怪异的这种球球 这个叫石葡萄啊 这个石葡萄呢 一般是有这个 长大水的时候啊 这里形成瀑布 瀑布上面的这个飞溅水啊 在上面形成沉积 飞溅水沉积的石葡萄 非常的漂亮 现在依然在非常健康的生长 这里有一颗非常漂亮 这一整面都是的 一直下去的 我们现在沿着下面这个洞道 继续往里面探索 跟这个裂缝一路走过来 这个下面呢 越来越窄了 这里就是一个消水裂缝 好像没有其他洞道了 现在我的队友 他们在上面一层 咱们去上面探索一下吧 远路返回 走上面的那一层 这个下面应该不会有毛骨筋 这个地上像雪丝一样 这个是含有铁质的这种水啊 长年累月的洗刷 涓涓细流 这样下去 在这个中炉石上面形成的沉淀 所以就形成了这种像雪丝一样的洞穴奇景 咱们继续相见 这里也有啊 非常的好看 所以这洞穴里面的水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要随意的去饮用 它里面含有的矿物质非常的丰富 有很多矿物质都是对人体有害的 这边也就是进去十来米 十来米 就是一个网上的那一户 水中的没路了 没路了 那上下都没路了 这个新加坡毛狗洞 所有的洞道全部探明 在里面并没有发现毛骨筋的踪迹 有可能这就是一个 凭空想象凭空捏造的传输 全都返回了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下的天坑是怎么上来的 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爬上来的 通过安全系统 非常安全的爬上来 好了我们继续上升 外面的空气好新鲜了 哇塞 来过来走 你腿 嗨 又毛钩 跟大家开个玩笑 应该是刨哥在拉我的腿 在里面确实是发现了一些非常漂亮的中辱石旗 石花 以及通天树井 但是在里面并没有发现老人传说的什么狐狸精毛狗精都没有 这都是只需乌有的一些传说故事 我们不要去相信这些迷信 好了 那本期视频呢 拍到这里也就完美收工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人风景 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 带你揭秘了更多奇闻一试 我们爬出来 准备下单吃饭了 好了 听你快吻 clean rid 感谢观看